哈囉午安 歡迎回到歐家生活 這幾個月 越來越靠近聖誕節 那今天特別想要介紹一下 聖誕節我買給孩子的禮物 那歐姆蛋現在是兩歲四個月 在今年的聖誕節裡面呢 我就想要給他準備一些書 還有一些可以幫助他消耗體能的東西 還有他最近開始畫畫 我給他準備了什麼跟畫畫相關的材料 那我們就從消耗體能的一個小腳踏車先開始 之前有一個人送了他一個也是滑布車 但只有兩個輪子 他就一直翻倒 所以後來我在蝦皮上面給他找了這一款 因為我很常去公園的時候 都看到很多家長會給小孩買這個車 我就特別把它記起來 它是Papaya Kids 然後這個顏色我特別喜歡 因為是咖啡色配上薄荷綠 很復古的感覺 然後他這個手把這邊還有坐墊 摸起來是皮質的感覺 應該是合成皮 我們現在帶他去公園玩 或者去合體 就會讓他來騎腳踏車 他非常的喜歡騎這台腳踏車 也可以多消耗一些小男孩的精力 下一個呢就是書的系列 書的系列我先來介紹這一套書 一套書呢它是一個語言治療師加上插畫家 他來畫的一整套水彩風格的韌字書 那我會非常喜歡因為我非常在意跟美術美感畫畫有關的品項 那我給大家看一下它裡面 有不同的分類 它光是書的本身就好漂亮 是金裝版的上面有淡淡的燙金的字體 然後從這本開始好了 這本是裡面是講玩具 看得到嗎 你看它的水彩畫 實在是畫得太美了 然後是紙板書 還比較堅固 然後我很 我很偏好用這麼美的書 來幫小孩做認知的練習 還有水果跟蔬菜系列 交通工具的系列 還有森林裡的小動物 跟農場的動物 這樣是一整套 我在蝦皮的成品線上買的 這些東西我都會把連結放在資訊欄裡面 來講一套 那這一套呢是比較小的 紙板書 這個紙板書應該很多人都 都知道這個毛毛蟲的故事 那它也是一個不同的分類 它有字 然後有樹木字 有顏色 還有 動物跟動物的叫聲 會買這一套是因為我想放在媽媽包裡面 不管是我們帶出去吃飯 或帶去教會 就可以帶小小的一本 它就可以拿出來看 接下來是跟聖誕節相關的故事有關 這個系列 我有買過它的其他本 我非常推薦 因為它是一個 很多內心劇場的小男孩 很多的疑問要問媽媽 然後媽媽非常有創意 來回答它的一個故事 那這個系列是聖誕節的系列 同樣的這個小孩心裡面 還是有好多好多的害怕跟疑問 它很怕風吹進來怎麼辦呢 它很怕 如果有恐龍跑到他們家來 要吃餅乾怎麼辦呢 它很怕雪人融化怎麼辦 等等的好多好多 那這個媽媽跟小孩一起講的時候 我就覺得特別的甜蜜跟幸福 那接下來的這本 是歐姆蛋非常喜歡的故事書 因為它很喜歡車車 它現在兩歲四個月 對很喜歡停在路邊看挖土機啊 看水泥車看消防車 各式各樣的車它都好喜歡 這本是construction site on christmas night 裡面有很多押韻 字母韻文 跟很豐富的圖片 圖片裡面也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 是家長可以帶著小朋友 一起去探索的 那接下來最重要的是 聖誕節是 耶穌誕生的日子 我也想讓孩子知道 嗯 我們為什麼要來慶祝這樣子的節日 讓他來認識 這一位神 雖然聖誕節可以買很多的禮物 很多的歡樂 但他就是初衷了 那接下來呢 因為歐姆蛋最近很喜歡畫畫 他有時候會跟我說 媽媽我要畫畫 我會在煮飯的時候拿一個畫板 就讓他坐在我後面畫 或者是我在客廳疊衣服的時候 拉一個餐椅來 讓他在我旁邊畫畫 那我在想說出門的時候 我就可以給他準備一個畫畫板子 所以我就上網找了一個畫板 長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畫板 那我買的是最大的16寸的螢幕 那這邊有附一支筆 我用一條線把它綁起來了 免得這支筆搞丟了 那我來示範一下這個是怎麼畫的 畫出來是這樣子 看得到嗎 一鍵按就可以全部削掉 再來一次 他的字會有一點這樣漸層的效果 我非常的喜歡這個禮物 然後也是一件 就可以把它全部清掉 然後很薄 然後攜帶很方便 那後面有一個鎖 你可以lock 把lock起來 螢幕就不能動 或者你解鎖 就可以開始在上面畫畫 那這就是 今年聖誕節幾個 我買給孩子的 聖誕禮物 那這不是要讓你覺得 買的不夠 或買的太多 就是想要分享一下 一些不同的idea 要怎麼幫孩子準備聖誕禮物 歐家生活 先祝福大家 聖誕快樂 看得到 好嗎 我們收藏 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 我們要做的